各位B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其实用过很多品牌的相机出节目 但是观看量最多的还是跟佳能相关的视频 因为毕竟知名度比较高 用户量也比较大 有群众基础 但是佳能前段时间推出的6D2却饱受争议 其中批评最多的就是CMOS的动态范围比较差 那我就很好奇了 在日常的人像拍摄过程当中 这个问题到底对画质有多大的影响 这回呢我就专门带着6D2做了一次实拍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6D2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你可以那种单手倒车 单手倒车 一个手 然后一个手扒着这边 可以的 老司机 老司机 老司机上路 不会老是开车了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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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哭了一句 嗯 好 只要哭了好吧 嗯 嗯 嗯 你要 你要 揮手吗 跟下面人打招 好好笑 走了 还是这招好看 这招好看 嗯 嗯 哎呀 今天背 没有那个挖腹的感觉 没有 离开上海了嘛 走了 想念祖国的人民 事情 吗 脸好白 嗯 拉 一点 我发现佳能拍出来的脸都不太白 因为它着 filed 对应该光是吗 多梳子 哈哈 谢谢 6D2所搭载的相位对焦系统是和80D、77D一样拥有45个对焦点 在APS-C画幅上它的覆盖面积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在全画幅的6D2上就略显尴尬 对焦点都缩成一团 日常拍摄的时候先构图后对焦不方便 不过6D2搭载了佳能非常好用的双核对焦系统 不仅它的对焦点覆盖范围可以几乎达到整个拍摄画面 而且从画面中看得到使用6D2非常方便的触摸屏 也可以非常快速的选择对焦点 所以这一次的拍摄我全程都是使用LiveView模式进行取景的 这边可以看到虽然极少数的情况下会对到背景上 但是正常使用的时候双核对焦系统是又快又准的 并且此次6D2的LiveView模式它的对焦点要比其他的佳能相机更小 即使人物站得比较远也能够获得非常不错的对焦准确性 可以做广告 进口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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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在宾馆能进去吗 诶 能进去吗 诶 能进去 没有狗了好玩 没人是一条机 锁入了 都在睡觉 一看一看一看 不要搞了好吧 黄包车 非常的高贵冷艳 冷艳极的 Photoshop 壮士一路走好 虽然说单次对焦表现不错 但是这里做了一个连拍的测试 可以看到在liveview模式下 连拍的速度不是很高 只有4.5张每秒 并且连拍的过程当中 屏幕是卡顿的 这对于追踪移动比较迅速的物体来说 是比较大的问题 那么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到出来 liveview的连续对焦 应付正常的人物走动 只能说刚刚够用 如果有速度更快的追焦的需求的话 liveview模式的连续对焦 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可以 刚才胖了一下 我看到了 哈哈哈哈 笑逃 笑逃 哈哈哈哈 发了一下 哈哈 可以 可以 咲嘴 له whisper 哪里才探 那里再测一点 snack 这次拍摄所搭配使用的是佳能24-105mm F4L2代的镜头 它的上一代在佳能全画幅用户当中非常的普及 因为胶段覆盖了常用的24mm到105mm 在使用105mm长焦端拍摄人像的时候 因为视角比较窄 所以拍摄的画面透视变形效果非常的轻微 压缩感比较强 拍摄出来的人物就不容易像广角端一样有变形 而且使用长焦端也容易获得不错的虚化效果 即使只有F4的光圈 也能使背摄目标从背景中隔离出来 选择拍摄背景的时候 长焦端也有很大的优势 因为视角比较窄 在背摄目标后方只需要挑选一块很小的背景 就可以充满整个画面 不过此时对于拍摄的角度就会要求比较高 可能会需要从比较低的位置 才能拍摄到人物和背景在一起的构图 那么此时6D2所搭配的翻转屏 就能拍上很大的用场 可以轻松的从很低或者是很高的位置进行取景 而不用冒着用身体帮别人打扫卫生的风险 不要搞了,好吧 不要搞了好玩 在这 再下来一些 可以趴着往外看 这个故事这样的 一开始是什么 卖小笼包的 然后呢 是书暴停 这是一个女老板的励志的故事 从高海到上海 从龙河团团下来 各个水果他还都卖了过去 然后终于修建了自己家的大院 戏很多 内线戏很足 最后家道终落去了 摆到门 你是精病 外白路上跳着 可以的 戏很足 小树林 穿小树林 学金属 我的领子还可以立起来 中法立领 出了摩斯嘛 好酷啊 哈哈哈哈 通过这些拍摄照片中 和ROG式的原片对比以后 可以看得出来 佳能相机对于拍摄人像时候的肤色有优化 原本亚洲人黄色的皮肤 都被处理的比较偏粉嫩一些 那么这对于一些不会后期的小伙伴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佳能有时候 在人像肤色处理的时候 有点用力过猛 尤其是在某些背光的情况下 人脸的肤色会红得非常的夸张 如果再加上一些偏暖色的滤镜的话 人脸上这个效果就不是很理想 相当有处 好可怜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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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着不要踩 要感觉要大一些 然后 对对对 上来把小娃 可以 可以 这就是那个周兴驰 就是在那个雾出来那个 那个什么掌啊 你是来应聘的吗 来 来送盒饭呢 不要搞了好了 来 快快快 不要搞了好了 好 开始了 不要搞了好了 这样再这样 卖饺子 卖面 像我们现在的巷子里 这边拍摄环境比较复杂 空间的尺寸呢 经常变化 拍摄的内容呢 也会随着空间经常改变 使用24105这样的变焦镜头 就会非常的方便 在不用更换镜头的情况下呢 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的转动变焦环 拍摄环境人像的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广角端24毫米收入更多的背景内容 而拍摄特写人像的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长焦端 展示角呢也可以很好的从背景中避开路人 可以 生活太苦了 然后给家里人打电话 快 可以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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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那个门口那个不是有那个娃娃那个话吗 年年有余 哦 靠 快 抱着 扶 然后看旁边 诶 等一下 可以 哎 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快 哎呦呦 附内快开门 烦了烦了 再测一点身体再测一点 照顾 按摩 对 对 也是 对 对 好 哈哈 这边进入室内以后呢 因为光线的强度降低 所以对于相机的ISO表现要求比较高 那么尤其像窗边这种光比比较大的场景呢 对于CMOS的动态范围有很大的挑战 6D2呢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可以很明显的从这些照片的背光部分呢 看出由于后期的处理需要增加曝光 而24105这个镜头呢 它的最大的光圈又只有F4 所以呢ISO也没有办法往下压 阴影部分的噪点呢表现得有点肆无忌惮 再加上现场的光线又比较偏暖 后期处理十分的困难 但是这样也有点肆无忌惊 reliably把暖光 clean 嘿 POPPD全世界非常 stood 给我是 raft的 刘好了好了 好的 又打坐了 不要咳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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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你确实对于噪点比较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转成黑白照片来掩盖这个问题 既可以把噪点转换成像胶片一样的颗粒感 又能像黑白摄影大师一样装逼 不错 鸡蛋 啤啤啤啤啤? 不错 咳啤啤 咳啤啤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还好24105有IS镜头防抖功能 所以可以让我们在更慢的快门下拍摄出稳定的画面 ISO不至于飙升到不可以接受的水平 不过一旦到室外光线充足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的话 我觉得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只要选好角度曝光正常 画面光比不要很大 后期就不需要拉阴影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加能相机在拍摄的时候 画面曝光都会倾向于过曝 即使不加曝光补偿 人物的肤色看起来都比较白 在后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拉高光降低曝光的手段来处理 这样的话6D2的动态范围比较差的问题 就不会表现的那么严重 可以的 老司机开火车 这 ferry 说得好 这个就是马勒个别墅 不是,马勒别墅 这就是马勒个别墅 室内光比比较大的逆光场景 如果没有任何的补光措施的话 6D2拍摄出来了照片 阴影部分的噪点会非常的明显 并且可以看到阴影的边缘 甚至还会出现很明显的像素红绿偏色现象 所以我们就不能使用 像索尼或者是尼康的相机那样 靠动态范围强拍 走坟了我估计一下 我协认看过去一点 往下看一点 它看的是头要仰动 好胖哦 她的脸 我去前面看一下 再等我一下 没啥 有个厕所 24105 IS-L二代这颗镜头的表现呢 我相信各位通过之前的这些照片呢 能比较清楚的了解 画质呢 我只能说尚可 基本够用 胶外的表现呢 也比较差强人意 不过呢 毕竟它作为一个常用胶段的 恒定光圈变焦镜头呢 不能够像定焦一样要求 对于那些画质要求不高 又不想很麻烦的更换镜头的人来说 这是一颗非常实用的挂机镜头 好 那么这期节目呢就到这边了 后面还有其他6.2的节目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继续关注 阿卜垃圾手册制作试拍 不下BB 拜拜 别的应该就没啥了 撤退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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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